中央电视台 萧山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杭州市萧山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单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是由蒋鹏龙对朱世贺 我是体评联蔡猛 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世界冠军杨颖 和我一块为大家服务 现在比赛开始了 我们介绍比赛的情况 0比 高调弧线球 半马球现在组合2比0领线 就是说在今天下午和庄职渊的比赛当中 他从前面落后 到后面把自己的销球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战胜了庄职渊 您在镇头拉 关门的阵头拉 一块 三块 三块 六块 三块 三块 六块 三块 这一球打得非常好看 四边 五边 青拉反手 暴冲 这是蒋布隆的正手一板暴冲球 他这板球的质量不低于柳城敏 现在比分打成了6比4 7比4 朱石赫的技术非常全面 他在销球当中能不断地进行反攻 而这种反攻的质量又不低于这个攻球 所以对攻球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力 4比8 4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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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石赫在小谷赛里边刚刚打掉了中国台北的庄志渊 所以他能不能过中国台北的两个关 就是蒋鹏龙那一关能不能过 庄志渊和蒋鹏龙相比呢 蒋鹏龙的这个刹铁剑比较厉害 庄志渊呢他有的时候感觉打不死这个攻击 他的力量显得轻啊 但蒋鹏龙的这一点是非常厉害 10比8 10比8 好球 这玩意,蒋藤龙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是用交踏步扑过去把球拉到了斜线 这把前冲球弓线制造的不好,所以球擦网出键 这次比赛,猪狮克就以14比12取得胜利 可以看出来,在第一局比赛双方咬得非常紧 今天这场比赛仍然是势均力敌 所以蒋藤龙和庄志妍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拉以后的拉扣力量大 现在场上比分一比 在以往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 蒋鹏龙也是打过一些好的成绩 但在一些最关键最重要的场次当中 他的思想上还是比较薄弱的 也是相对紧张 对这个机会球没有打到 三比 有有 拉反手 拉正手 掉短球 好 好 好 现在出了个第一局是1比0率先 第二局是4比1率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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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蒋蓬龙打得比较急 发球以后没有寻找更好的机会 现在长城比分是七敌 可以吧 在拉球当中还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不光是拉前冲球 而且现在配合了高调 这样是蒋蓬龙节奏上感觉不适合 交得非常低 10比4 漂亮 这样朱士佛在第二局比赛里就以11比4再次取得胜利 这样在前两局就打成了2比0 现在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开始 交得漂亮 明笔 明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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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拳手的经验,现在一上来就是发球抢冲,反拉,比例一直比较高 漂亮 今天,蒋蓬龙很不冷静 打了两满之后,马上就感觉对方不应该再过来了 一旦过来了,好像没有任何准备 其实这样一个思想,不适合在这样的大比赛当中出现 6-1 6-1 1-7 2-7 其实蒋蓬龙的正手杀伤力非常强 内板球肯定要比庄志渊好得多 但是他没有把它利用出来 1-7 2-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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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3 2-1 2-1 2-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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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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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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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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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2局 1-2 1-2 1-1 1-2 1-2 1-1 3-1 1-2 这样朱尔赫就以11比4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以3比0暂时领先 这个是0比1下层之一 这个对比1下层 dan1比1下层 这比较深的 остр辣 这比较的 不得 这比较深的 1-2 打消球需要穩定性非常高 命中率非常高 现在蒋蓉蓉表现的呢 目前的这个稳定性不是很好 你看刚才上一局有一个球拉落了 刚才这两个球连续失误 不稳定 0-2 插边 1-2 漂亮 现在追回了2分 2-2 好球 我观察到和朱士座打比赛的 很多高手 都在冲远台拉不过他 别看他是削球 他的拉球这个威力非常大 蒋蓉蓉主要能够保持比较准确的这个命中率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 因为他这球啊 重板扩刹的时候 对朱士座的威胁是非常大 刚才有一段时间蒋蓉蓉的精神上有点半处于那种崩溃的状态 不管你球打成什么样 但是精神一垮的话 那输得很快应该 这个很耐心 走了 掉短球 漂亮 好球 好球 现在尝尝比赛是3比6 反过来呢 朱士座现在好像有点着急 一般散转球啊 难度都比较大 你觉得这个技术细节应该注意什么 其实这种细节是非常微妙的 也是主要靠自己 这个在训练当中摸索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种感觉 稍微手腕一抖的话很容易掉灯 六段球 你的速度应该尽可能的多吃住球 吃住球可是你一样速度减慢了 你只有吃不快接住球的时候 你才能够保定速度 漂亮 好球 再来 来 五十二跟五十六 cont 今天是齐风对手将育良才 也是很多球都出乎意料 比如说像朱士座连续反拉 都觉得应该得分了 都觉得应该得分了 而蒋风和上去把他训绕了回去 对 Shen 之后的这手拉球的击球点和动作完全可以撑得上完美无缺 用力非常合理 现在场场比分是8比7 现在对蒋鹏龙来讲是一次关键的考验 因为他这局一输了就没有了 被动作走形了 关键是精神上要能够顶住这样的压力 刚才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没有抓住 这样现在已经到了赛点 出这个10比8里先有蒋鹏龙打球8比10 漂亮 这板球蒋鹏龙没有拉出劲来 只是拉到了这个板子的很薄的地方 现在9比10 现在蒋鹏龙把比分追成了10平 现在猪肉发球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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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这个时候拉空 是不是说明这个心理上有问题 主要还是急躁 11比11 其实蒋鹏龙急躁的原因也就是出事客老是去反攻 他这个他又要准备他销又要准备出事客攻 所以他比较急躁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 打这个 朱尔克的中心 但是朱尔克这时候呢 中路是往反手侧 可是这个球呢 继续往反手方向走 所以正好追到他身上 好的 漂亮 还有 球打得太漂亮了 又削回来 最后 最后 朱尔克就以14比12 取得了第四季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0 战胜了中国台北蒋鹏龙 从而 第1个进入了前4名 他继小赌战胜了中国台北招联盟之后 又克中国台北蒋鹏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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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